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台湾于2019年6月 病人自主权利法开始上路 让意识清醒的人 经过预立医疗照护自伤 签署预定医疗决定 一旦有癌末、不可逆转的昏迷 永久职务人及主管机关公告的疾病 可以拒绝医疗保障病人昏迷后的医疗选择 78岁,陈蔡美丽在长庚担任33年的志工 在医院看尽人身百态 也由女儿及两名志工陪同下 完成签例,勇敢面对死亡议题 她说,如果救起来只能躺着 让人喂饭,拔死拔尿 那么干脆别救了 她是千尘佛教徒 还叮离女儿 若她病危,不要急救 给我念佛就好 陈蔡美丽的最后决定 和我茉莉芬芳的决定相同 但是,当临终一口气快上不来时 要如何念佛呢? 原来,临终使念佛是这样念的 我见过有些人 学佛学了一辈子 最后躺在医院里 呼吸短促 旁人说,你赶快念佛啊 可是就是念不出来 因为没有气了 你看人死的时候 呼吸接不过来 上头咳一声 下面肛门一松 气脱开了 没有办法的 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念佛念了一辈子 我去看他,叫他念佛 可是却很可怜 念佛念了几十年 什么是念佛法门也不清楚 只以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口念着才叫念佛 最后躺在病床上 嘴巴动不了 一筹莫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是念佛号 不是念佛 真正的念佛 不一定嘴巴念 心里面想着佛 就可以了 也不一定要想什么 庄严的佛像 如同您终前 想儿子还没有到 忍着这口气 心里头挂念着 我们只要把想念着 儿子情人的这一念 对象换成佛 就对了 可惜 多少人念佛 念了一辈子 始终没有搞清楚 你叫他念佛 他念不上来 是的呀 因为他的气散了嘛 阿 阿不出来 思维解不上来 可是我请他念佛 他摇头 意思说念不出来 这时候 他不已经想到佛了吗 又怎么说 无法念呢 所以注意 我们不要忽略了 横坐式念几个字 并不是说 懂得这个观念想法之后 就可以了事 必须要有实际的功夫 横坐式念的念 等于佛的念 心中始终牵挂 惦记着这一件事 例如 自己的父母亲病重 快要去世了 可是 我们还必须要工作应酬 尽管无法立刻赶过去 但心中就是惦念着父母 虽然没有刻意去想他 但是念头却始终在心中挂着 这就叫做念 念佛 是要在心里念着止住 并不是嘴巴干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而已 一个真有修持的人 他在断气以前 他的正念是存在的 他到这个时候 嘴里虽然念不出来 气力没有了 意识分散了 但是他的信念 不去管自己死不死 只要想一个佛像 心中想着佛的这个正念存在 这个就是念佛 不是嘴里念而已 所以 当一般不懂的人说 哎 你这个时候快念佛啊 很多学佛人会回答 哎 我念不出来啊 我说 念佛就是念头里 有个佛的观念 并不是嘴里在念 阿弥陀佛 可是他已经听不懂了 意识力量不够了 所以看到很多学佛的 不管学密宗 禅宗 净土宗 到最后都是没有把握 做不了主 我们用四个字来说 叫做 让死虚生 尽管出家 在家 学佛 或信其他的宗教 都白活一辈子了 到临死 做不了主 念佛修净土的 更要注意咯 你现在光念佛号 到灵命中时 这口气不来 你想念佛号 是念不出来的 所谓念佛 并不是叫你嘴里念而已啊 而是一个念头 一个影子 现在你观阿弥陀佛也好 观观心菩萨也好 你只要迷迷糊糊 有这个影像就好 先不要求清晰 先把它练习熟 到灵命中时 念头起不来 妄念起不来 这个阿弥陀佛 是种子所形成的 这个影像 依然在 那个时候 四大要分散 肉体要死亡了 这个影像会更亲民 等于梦中身体一样 所以你现在练习惯了 到时候自然往生西方 往生净土 这就是念佛 你观阿弥陀佛 或者观世音菩萨 把影像就定在心中 无论你走路 吃饭 都可以一面观想 一面做其他的事 随时随地都在观想 很自然的观 所谓观想 并不是用 第六意识的妄想去观喔 而是第六意识的限量镜 是第七识的根 第八识的功能 的影像 有些朋友 真不行了 到了临终的时候 我去看他 一家人围着病床 哭哭啼啼 伤心落泪 我说老哥啊 念佛吧 病人有气无力 很可怜地说 念不起来呀 我说怎么念不起来呢 你不是学佛几十年了吗 但是他念不起来 就是念不起来 我说你还会讲话呀 他说是啊 我现在在跟你讲话呀 嘿那这不就是了吗 既然会开口说话 怎么会念不了佛呢 不就这样说 不行不行 四个字 换成阿弥陀佛 不就行了吗 若真的口无法念佛 心中不也可以想到佛吗 就这一念把握住就对了 可惜自己平常 没有弄清楚这个观念 明明话会讲 为什么想佛的念头转不过来呢 不论是说话或想佛 都是同样自己的心在作用 只怪平常虽然念佛 但是对于什么是念佛 这一念 糊里糊涂 嘴巴念念就算 白白错过往生西方的机会 什么是念 念有时也可以代表心 我们的生命可以分成两部分 身体上的感觉和思想上的知觉 两者合拢来 就是心 就是念 如果光是靠口中 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弘明 想了断生死往生西方 而实际上 心中却掺杂 那么多深深灭灭的妄想杂念 这并非真正念佛 所以念佛绝不会白念 但是糊里糊涂 混日子的人 却不亦得利 如年轻人恋爱 追求异性 虽然坐在此地听课 心里头还想着他 现在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了呀 做些什么呢 如此坐在这里 心中七上八下 整个思想都被对方的影子 盘踞住了 痴痴的想挥之不去 这是思念 我们念佛也要如此 天天想着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惦记着他 乃至于不需要四字六字弘明 心里头只这么挂着一个念 就是佛 成为一种习惯 那就对了 一个人穷困无力追之地 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喊 我的天啊 有时候不小心受了伤 痛极了 哎呀我的妈呀 都是自然呼叫出来 人已到紧急危难的关头 这一念强烈的寻求依靠的心 正是我们念佛求生西方的根本 要以这样的心境来念 才是真正的念佛 这时候 临终念佛 不一定有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直到严重危机时 阿弥陀佛一字一句 没有了 只剩挂着阿弥陀佛的那一念 一个佛的观念深深烙印在心里 作为依靠 若是离命中时 就以这么一念决定往生西方 莲花化身 我们念佛如果不懂这个道理 全然想以凶猛的念阿弥陀佛 佛号求得一心不乱 那永远也没办法达到 因为你是用散乱心在念佛 一字一声一句一句 皆是生命法 而生命法便是散乱 一般人念南无阿弥陀佛 只是嘴里念念而已 根本就没到心里去 平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 但他不懂什么叫念佛 不知道如何念 要知道 不在嘴上念 而是在心上面 到临终时不要去管 嘴上能念的出四字还是六字 如果能在心中念念有个佛 就是念佛